你可能也有点紧张啊 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资产 很多的市场都在面临强力下跌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恒大集团8月17号 在纽约法院申请了第15章的破产保护 市场直接被吓死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恒大 怎么把自己从第一名搞到这个地步啊 这一集呢会把恒大集团从崛起 鼎盛到现在崩溃的故事 仔细来给大家捋一捋 Hello 我是Bonnie 这一集呢会告诉你啊 恒大的创办人怎么从穷小子翻身 变成2017年中国首富 他带领着恒大做对了什么事情 公司又怎么从无敌的这种状态 跌到现在的深渊 他们的金融操作是什么呢 这一集内容我翻遍了网络上面各种资料 帮大家整理出一个故事线 就带着听故事的心情就好啊 跟政治也没啥关系 恒大集团的创办人叫做许家印 他又有一个叫做皮带哥的称号啊 原因是因为有一次出席一场很重要的活动 他露出了一个爱马仕皮带头这个照片呢 让人太印象深刻了 他的致富啊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这种鸡汤故事 大家都喜欢听的 在听故事之前呢 还是请你帮这一支影片按个赞 这样会帮助啊 频道很多先感谢你啦 许家印呢 他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农村喔 而且呢 据说他在一岁多的时候母亲就去世 他自己说呢 那个时候啊 童年已经不是贫穷而已啊 而是穷得要命 每一餐吃地瓜啊馒头 而且这个馒头都长毛发霉了 还是得吃啊 根据他自己形容 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 他大学重考 终于考进了这个武汉钢铁学院 靠着政府每一个月给的 14人民币奖学金啊 就念完大学了 1982年 许家印被分配到了国营企业 河南武阳钢铁公司 他从车间主任一直做到厂长 10年之后呢 1992年遇到了邓小平南巡深圳 发表了这个南方谈话 简单来说呢 就是邓小平那时候 期许广东可以用力发展经济 所以许家印听完决定 啊我不要做厂长了 我就带着全部身家2万人民币 然后就冲到深圳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他到了一个宗达贸易公司啊 变成一个业务员 然后一路升迁变成总经理哦 听到这里你已经看出来了 他还真不是一般人 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啊 他决定自己要出来创一间公司啊 所以1996年 他正式创立了广州恒大实业集团 这集团呢 之后会横刮房地产啊 能源交通民生用品各种领域的公司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来讲他的房地产 这个房地产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恒大地产有限公司啦 通常这种故事都会中啊 因为穷小子翻身的故事 大部分人都喜欢听吧 1997年恒大地产拿到了广州原本农药厂的一块地哦 盖了恒大的第一个建案叫做金碧花园 而且他们搞了一个民众看不懂但非常喜欢的操作 他就是亏本卖房子 我们从零开始七把个人挤在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农房里办公 当时广州已经有两千多家房地产企业 又赶上亚洲金融风暴 我们开发的楼盘 第一个楼盘是金碧花园 我们没有钱买地是从银行贷款五百万 付了土地定金 首期我们没有钱开工建设 是靠施工企业代资达到了预售条件 我们为了公司的起步发展 以每平方米两千八百元的亏本价开盘 开盘当天两个小时抢购一空 就是这个操作让民众是熬夜排队来买房子 而且造成很大的宏洞 一战成名 但其实这些公司真的是亏本卖房子吗 真的是自掏腰包亏钱吗 不是哦 是有几种操作模式 比如说呢 先跟银行借钱来买地 然后开始卖预售屋 卖房子的钱收了之后呢 再去买更多的地 然后又可以借更多的钱 这就是杠杆开爆开到最高 他是参考香港的这个楼花预售屋的方式 有钱人的操作就是很聪明了 他就是有这个能耐嘛 故事快转十年呢 来到2007年 恒大地产呢 把33.33的股份 卖给德意志银行 淡马锡跟美林 得到了十亿美元的融资 外传呢 这一笔钱就是要用来清偿债务 跟继续扩张自己的土地用的 不过在这一年 2007年 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 比前一年 2006年增长了九倍 来到4580万平方米啊 所以他还是不断在扩张 2008年恒大地产呢 急着要在香港股票上市 有人说他当时急着要上市呢 是因为香港交易所 当时推出了一个新政策 新的规定要求 2008年4月之后上市的公司 必须要在招股书里面 很清楚的写出来 对于2008年上半年 或者是全年的盈利预期 一个承诺 那2008年3月之前上市的公司呢 就不需要遵守这样的规则 不过呢很不幸的 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海啸 所以恒大资金杠杆开太大 流动性不够的问题呢 也开始浮出水面 根据报道 当时他们资金缺口 是100多亿人民币啊 所以不但是上市的计划 得要暂缓啦 许家印还要开始到处 四处的找钱 但2008年 大家状况自己都很差啊 这些金融机构 光是要应付自己的客人 挤兑都已经焦头烂额 哪有那么多钱 还可以来帮忙你呢 对吧 所以许家印呢 他就到处找人 终于找到了香港英皇集团的 主席杨寿成 杨寿成他是靠钟表起家的 在演艺圈呢 地位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大佬 杨寿成介绍了 香港新世界集团的创办人 叫做郑老大 郑玉彤给许家印 这故事也很有趣哦 因为当时这个新世界的郑老大 80多岁 非常喜欢打牌 打大佬二 有一些地方呢 叫大佬二也叫除大敌 反正呢 他就是先打牌 不讨论做生意 从打牌来看一个人的人品牌品 许家印就每个月 跟这个郑老板打牌啊 搭了好几个月 当时的政府祭出了一个 叫做四万亿的救世计划 在那个时候被说是 截至当时啊 中国历史上 因应全球经济局势 最大的一次动作 所以沿界呢 这市场是要起死回生啦 这些固定到郑老大家打牌 这些大老板就决定要投资恒大啦 所以这名单呢 简直是全明星阵容 比如说刚刚说到英皇集团的杨寿成 香港地产大亨 华人置业的刘鸾雄 长江实业董事业德权 光是名单听起来就非常强啊 反正这些人呢 就带着恒大在香港实现了上市的计划 刚刚说的那个四万亿计划呢 就是要让大量的资金 涌进基础建设 所以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是狂飙啊 当时呢 在恒大是风风光光 就在那时候开始啊 恒大开始了疯狂的成长之路 许家印一下子就变成中国首富啦 然后呢 还跨足各个领域啊 什么文化集团 影城 还赞助广州足球队 建造一个大型的足球场 还推瓶装水 恒大健康 恒大科技 甚至看到了这个电动车的商机啊 还做了恒大汽车 当时许家印提出的战略 叫做买买买 呵呵呵 圈圈圈大大大 好好好 这个意味非常深长 因为 以上提到的这大部分的业务都是亏钱啊 不过呢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重点啊 就是房地产的业务 这种成长快速的背后呢 就是开了一个超高的杠杆 背了超高的负债率啊 也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呢 这资金链还稳稳的时候 成长非常疯狂 但是如果有一天啊 资金链的哪一部分断掉了 那有可能骨牌就撑不住 一个推一个倒 这恒大是心知肚明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你啦 假设你是恒大的老板 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再来的故事呢 出现了另外一个角色 叫做深深房房地产公司 这家公司呢 在1993年就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啊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A股 A股又被叫做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啊 用人民币在交易 在中国境内注册公司 然后在中国境内挂牌上市的股票 在上海证交所 或者是深圳证交所挂牌 这就是A股 A股跟香港的股票又不一样了 好那这个深深房呢 也是最早出现的 A股房地产公司之一啊 但是呢 一直表现都平平 股价也没有非常让人惊艳的表现 但是如果这个发展猛烈的 恒大地产用重组的方式 然后呢 来控制深深房 这个已经上市的壳子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钱 更多的流动性呢 诶 Good idea 这股权结构重组啊 非常复杂 但是呢 你只要知道 要控制一家公司 我们可以这么做 假设我要控制这个邦尼区块公司 那我可以透过邦尼三角形公司 来控制这个邦尼区块公司 超过一半的股权 然后透过圆形公司 来控制三角形 超过一半的股权 长方形再来控制圆形 多边形公司再来控制长方形 这样其实实际上呢 我只控制了多边形公司 超过一半的股权 但是我透过一层一层一层的关系呢 就掌控到了邦尼区块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版的 我们把恒大借壳 深深房的事件 也用图来简化说明一下 我们先来看恒大当时的状况啊 凯隆置业 百分之百控制了恒大地产 然后呢 这个安基BVI这家境外公司 又百分之百控制了凯隆置业 为了要简化呢 我们姑且把这个安基叫做A 凯隆置业叫做B 再来我们来看看 深深房当时的状况 深深房是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 以多数百分之六十三点五五来控制的 而这个投资控股公司呢 又是由深圳国资委百分之百控制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国资委叫做C 投资控股公司叫做D 合并起来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用重组的方式来改变股权结构 这深深房早就在1993年就已经上市了 刚刚说他表现平平嘛 不过这样一搞呢 诶有搞头啦 2016年的10月 恒大跟深深房签订了这个重组协议 深深房答应呢 要用发行A股或者是用现金的方式来购买恒大百分之百的股权 然后呢为了这一起大型的重组啊 深深房呢从2016年就先停牌啦 恒大呢也把总部从原本的广州搬到了深圳去 然后故事就出现了可怕的情节 为了要调整这个股权结构啊 恒大又36.54的股权去募资1300亿人民币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重点就是恒大呢跟这些投资人有一个约定啊 也就是说2021年的1月31号之前 这个借壳上市的计划如果没有办法成功 那就按照原价把这些股份买回去 2020年的9月啊 网络上面传出了一个恒大跟政府求救的信件 信里面说政府啊 如果我们借壳上市的这计划没成功的话呢 这些投资人会来跟我们要钱 那我如果撑不住的话 之后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这封信传出来之后呢市场开始恐慌啦 什么你的资金链这么危险啊 这个时候呢恒大的危机消息也传开来了 2020年的8月 中国政府呢推出了所谓三条红线 也就是资产负债比大于70% 净负债率大于100% 现金短债比小于一倍都是红线 一家公司你踩中红线越多 就越难跟银行借钱啊 所以恒大傻眼啊 因为三条线它踩的比谁都还要稳啊 加上中国政府呢 在这个之前推出了这个住房不炒的政策 房价也僵住了 房子也卖不出去 又很难跟银行借到钱啊 那怎么办呢 打折卖房 2020年的9月 恒大举办了一个销售大会 各种变相的降价哦 最低呢价格58折卖房子 7-11的洗服品 爱真实也才65折 你看这有多夸张啊 即便这么努力啊 这种资金链断掉的恐怖故事呢 恒大很难一下子就补救起来 所以大家都发现了事情不对啦 恒大有流动性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国际金融机构就赶快把恒大的信用平等一直降一直降击 意思就是说 Hello 他非常危险 果真啊 2021年的10月 有三档的美元在将近1.5亿美金的这个利息到齐啊 然后恒大违约他交不出来了 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他有一个前妻啊 叫做丁玉梅 为什么会称他做前妻呢 好我们来说一说 他们的感情故事呢 一直都是大家非常羡慕的 从1983年一直互相扶持 许家印对他也非常保护 丁玉梅第一次曝光呢 是2018年啊 许家印陪他的96岁老父亲 到那个河南州口的老家探望乡亲的时候 大家才第一次看到许夫人的庐山正面目啊 所以大家一直都说 哦他们就是很恩爱的模范夫妻啊 不过为什么会说他是前妻呢 好2023年的8月 恒大发出了一个文件哦 让大家是满头问号 因为以前文件里面呢 丁玉梅都会被叫做许太太 但是这一次他被叫做一个 独立于本公司以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所以就传出了 他们是技术性的离婚吗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恒大明明中国的啊 干嘛要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呢 恒大从2010年哦 这个债务违约之后 到现在过了两年多哦 他们现在申请了美国破产法第15条的破产保护 根据恒大的估计呢 公司负债啊是高达3300亿美元 15张破产法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破产清算 而是还在努力四处找钱来补动 所以他还没放弃 也就是说他让公司可以在其他地区 进行重组的时候呢 在美国境内的资产也可以得到保护 那保护的意思就是说 哦我再争取一点时间啊 让债权人没有办法在美国提出诉讼 或者是冻结我在美国这些资产吧 有人把它叫做安全气囊 因为先帮你隔开 让你有一点时间可以想办法 接下来这整件事情会怎么发展 对全世界的经济呢 真的是蛮重要的 我们会继续观察这事件的走向 还有另外一家千亿级别的房地产公司 叫做碧桂园 最近也是摇摇欲坠 之后又扯出了金融系统中植系 也是暴风波啦 这层层叠叠交织的关系呢 你真的需要了解 那如果你有任何资产在市场上面 建议你接下来要看这一支影片 你就会理解说 为什么这一起房地产的危机 一直被人家说 哦这是新版的雷曼世界 也就是为什么各个市场现在这么紧张 各国为什么严正以待 之前我问过大家对于这个 房地产危机的一些想法 现在呢过了几天了 我还是想要再问你一次 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有没有改观 就是它跟你想的一样严重吗 过了这几天的观察 你有新的想法吗 留言统计一下 你如果觉得它比你预期的还要严重 留言打1 过了几天你就会好像 没感觉没那么严重 帮我打个2 你已经接近放弃了 垂死挣扎 你的资产跌到已经受不了了 打个3吧 希望大家在市场上面的这些资产 都安安稳稳平平安安安啦 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努力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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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